兩六秒鐘 次數路角 要來擔打 這球轉身之後 Skog想要來操守這一球 別想說 不可思議的出手 絕殺高雄全家海神 台平永豐雲豹洋將Costens 帶領球隊殺進隊史首次總冠軍戰 擁有NBA資歷 身手了得 還榮獲T1年度人氣球星 現在的他正在一步一腳印 兌現當時來臺的諾言 就是讓雲豹拿下金杯 情緒激動喊話隊友 Costens對於每一次的攻防都很看重 因為0.1秒的誤差 都很有可能造成影響球隊勝負 這下三秒鐘 再過半場 蔣玉安 Logal Shot 其實整個球隊磨合對我來講 一切都算很不錯 因為楊將其實蠻配合我們本土 有時候在 我們可能有更好的出手選擇 他們會把球封給我們 雲豹團隊進攻武器多元 因為無私球封得以發揮 要統籌一切就需要眼觀四面 耳聽八方的後場指揮官 蔣玉安扛起重責大任 球隊也激起化學反應 我覺得我們球封應該就想要展現 無我 就是teamwalk 就是不管在場上 我們尋求隊友們最好的機會 而不是一面的擔倒 以上戰場全員皆兵 無論對手是誰 雲豹都會伸出力爪捕獵 但這次對手台北台青戰神 蕭勇善戰 穿球之後打破 但是還是遭到了包夾 這一次的穿球發生了失誤 前面給到了快攻的林秉勝上來 有人需要一個暫停 志祺師的防守 戰神從例行賽第四名打到冠軍戰 從來沒被外界看好過 卻展現超乎預期的亮眼表現 晴天大勝林秉勝功不可沒 因為我們就是一支不怕死的球隊吧 就是年輕嘛 就是每一個球就是跟你撲 跟你搶 然後每一顆球都不放棄 就算是投不進 我們回防肯定是五個人一起回防 用盡生命在打球 林秉勝就算發燒也照樣上場拼戰 在確定闖進冠軍戰的那一刻 他才氣力放進 彎著腰吐 然後我就吐 然後吐了可能膽子之類的 然後我也在吐的當下 就有點喜極而泣 就是這一年來就是 經過很多風風雨雨 就是自己其實也壓力蠻大的 飽受質疑沒有被打倒 反而化成養分繼續前進 戰神雲爆兩支新兵殺入總冠軍 誰能笑到最後帶上籃球桂冠 登頂T1直籃的王座 5月24號展開終局之戰 晉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晉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